为什么明明戴了套还是染上艾滋病 专家有六类人容易感染艾滋 最近浙江湖州市公安处理了一起 网红老板娘艾滋传播百余人的谣言案 此前有人在社交平台传播某咖啡店女老板换了艾滋 并传播了一百多人 这个消息引发了不少恐慌 许多去过该店的顾客纷纷担心自己是否也出事了 警方在受理报案后很快有了结果 原来市民沈某从小到消息得知这一事情后 在没有经过查证的情况下 就在一个四百多人的群里发布了此消息 这才导致谣言迅速传播 目前沈某已被行政处罚 这件事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不得不说艾滋病还真不是可以闹着玩的 一、中国艾滋病感染现状 五十岁以上患者占比上升 在很多人眼中 艾滋病离自己的生活非常遥远 其实不然 艾滋病很可能跟你近在咫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此前预估 2022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约3900万 而截至2020年底 我国已有105.3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报告死亡人数累计35.1万 每年新发艾滋病毒感染仍处于较高水平 还有一种错误观点就是 艾滋病只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其实不只是年轻人 老年人感染艾滋的情况也越发严峻 数据显示 我国5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及患者的占比明显上升 自2015年至2022年 已由32,850例上升至51,856例 当然 艾滋病的可怕不在于患病人数 而在于它的致命性 艾滋病病毒极为特殊 它不会攻击器官 不会导致心脏病 肾病 但它会攻击免疫细胞和T淋巴细胞 让患者早期就像感冒发烧一样 而当CT4T淋巴细胞不断被摧毁后 人的免疫力就会很脆弱 就可能有艾滋病并发症出现 此外 因为身体的免疫屏障被艾滋病毒一步步破坏 身体就会极易感染各种病菌真菌 这种时候 往往随便一个病都可能夺走感染者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提防艾滋病 如果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定要在RH内最常不超过75H主动去疾控中心检测 在医生的评估与指导下 接艾滋病阻断药物治疗 二 别再把艾滋病当成皮肤病了 小心这三症状 艾滋病病毒非常狡猾 而且生命力顽强 它可以在体内潜伏数十年之久 不过有90%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在患病期间皮肤会发生病变 这是我们发现他们的重要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艾滋病早期皮肤症状可能和普通皮肤病很像 所以大家留心以下特征 千万不要弄错了 1. 皮疹 临床统计发现有75%艾滋病患者在急性发作期有皮肤粘膜异常的表现 包括面颈、躯干和四肢等部位皮肤出现出血性皮疹或玫瑰抗疹等 皮疹部位会有扫痒感 手足还可能出现红斑、脱卸等症状 2. 生殖器溃疡 生殖器泡疹可能是艾滋病早期和晚期的一个征兆 且泡疹可能是感染艾滋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在发生性行为时 艾滋病病毒可透过生殖器溃疡部位进入体内 由于免疫力减低 艾滋病患者后期会频繁出现严重的泡疹问题 3. 口腔溃疡 艾滋病时免疫力下降 导致约三分之一患者会有口腔溃疡的表现 所以如果出现了反复且大面积发作的口腔溃疡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3. 医生提醒 光带套不够 妨碍要做好这五点 艾滋病的危害性极大 虽发病缓慢 但却能通过血液、母婴和性快速传播 医生指出 有这六种行为的人 都是艾滋病的头号猎物 发生男男性行为 共用静脉注射毒品 有多性伴侣、卖淫、嫖娼、约炮 一般情况下 上述高危人群中 有绝多数在发生亲密关系时 注意带套就能避免感染 但为什么临床上却不法有的人即便戴了套 却还是中招了呢 上海红房子医院周世恩主任医师指出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病原体并非集中在安全套覆盖的范围 若在没有安全套覆盖的地方就很可能造成病原体传播 另一方面是安全套使用不正确 比如没有全程佩戴或者安全套破损、过期等 这些都可能提高艾滋病传播风险 所以想要更好的预防艾滋病 除了要正确使用安全套以外 还要做好以下五点 一、小心血液暴露 扎耳洞、纹身、修脚等操作均有血液暴露风险 一旦用具没有严格消毒就很容易感染艾滋病毒 所以进行此类操作时 一定要避免在卫生部合格机构进行 二、不要共用针头 不要和他人共用针头 也不要使用他人用过的 医护人员也要遵循相关安全措施要求 尽防艾滋病毒在病人和工作人员或其他病人间传播 三、交友药之根之底 不与艾滋病感染情况不明的人发生高危性行为 必要时最好事先能了解对方的情况 以便针对感染情况采取措施 要注意艾滋病窗口期 此刻虽然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 却并非是感染 此外 窗口期是急性感染期 传染性反而是最强的 四、及时服用阻断药 在发生高危行为后 应当及时去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咨询 并在72H内服用阻断药物 阻断药物越早服用效果越好 连续服用28天可降低艾滋病毒感染风险 五、远离毒品 毒品或成瘾性物质会降低人们自控力 容易发生无套或多伴履微等高危行为 还有某些毒品容易让人在短时产生强烈性冲动 容易发生暴力行为 若造成出血、粘膜损伤等 这些都会增加艾滋病感染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